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来 什么社科院 什么精神上的追求 什么哲学 世界观 信仰都不提了 所以古老的那些东西又回来了 说什么比如说是国学 武色运动 新中国建立的那些基础的东西 达到孔家殿 达到孔老二 现在好多都自称是孔子后代孟子后代了 这些东西也不管用 就开始说禅了 其实那个禅呢也挺逗 禅宗就是六祖慧能啊 菩提本非属明镜亦非台 何处惹尘埃 据说这个六祖慧能一个字都不认识 禅宗呢 只有一部经 叫六祖谈经 所以这个六祖谈经这经谁写出来的都很可疑 但是禅宗是佛教八宗里边最中国的 当然还有不中国的了 那就是维师宗 也叫法相宗 也叫慈恩宗 就是玄奘法师从印度直接取回来 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出来的 他在印度待了十几年 学了梵文 以后呢 到了民国的时候 就还说那个玄奘的法相宗吧 到了唐末五代十国乱打仗 就把这个维师宗给打断了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 有遣唐使 日本人就把这个唐秘就给弄走了 所以日本有东秘 也讲的是秘宗 秘宗呢 是北传佛教 就跟西藏的那个那个藏秘是一回事 然后到了民国 出了一大军阀叫能海 我在我博客上写了这个人 能海法师呢 他就一个人在1928年的时候去了西藏 跟康萨仁波切 仁波切呢 就是活佛 我们翻译成活佛 跟康萨仁波切学梵文 学藏文 以后就又把这个藏秘 那个皇教的文殊施利仆子又给复兴了 在五台山 在文革的时候呢 这个能海法师有说被打死了 有说作画了 有说就睡觉中睡着安眠的时候 就走了 现在在五台山的清凉桥 有这个能国 那个能海法师的塔 这塔的提的词是照不出题的 但是要学这个法相宗呢 维世宗呢 首先得学外语 得一个字一个字学 就跟学马克思资本论 先得学德文似的 而不能靠翻译过来的 因为翻译都不准 这个禅宗呢 就更是按照印度的教义 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中国特色的禅宗 所以中国到处都是信禅宗的 禅宗往往都跟皇帝联系在一起 都是赤建 皇帝建的庙 这个小岛虽然说被收回了又 但是仍然是拿禅宗说事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岛上呢 吃饭的地儿也叫菩提 叫菩提饭庄 怎么叫菩提饭庄呢 就是说大概源于菩提饭庄 菩提饭庄就是印度佛教里边的一个词 就是成佛之前的那个修行的人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菩提饭庄呢 是认为菩提是永远是在那救人的 比如中国最著名的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 你要碰到危险了 你就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会救你来 因为你出生的那天是1961年1月24 是庚子腊月初八 是佛觉悟的那天 你只一定要一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你考试不好 菩萨就会回来让你考试好 你失恋 菩萨就会让那个女孩别抛弃你 你要是摔跟头疼 你也会不疼 做手术干嘛你都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还叫我念另外一个菩萨呢 叫那么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是九华山的道场 在中国说起来有四大菩萨 一个是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 但我奶奶就跟我说 你只念两个就行了 一个那么观世音菩萨就苦就难 一个是那么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立些过读事 就是说如果地狱中有一个人我都不称佛 有此可见菩萨是只救人而不肯称佛的那些人 中国人总希望那个小药治大病 总希望四两拨千斤 不能生孩子就去拜拜菩萨 生意不顺 摊了屋了晚上睡不着觉 中纪委来找他了都去拜佛拜菩萨 这种不是信仰 是买卖或者是巫术 这样信仰一件事不是说要通过拜 而给自己得到好处 爱是奉献 比如你爱一个女人 你把你一切都给她 这叫爱 否则说你给她一戒指 她跟你睡一夜 给她俩戒指跟你睡半生 这些事情是买卖不是爱 爱只有在宗教的层面里边才有 在我们世俗的社会里没有 尤其中国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没有爱神 我们没有爱神 我们只有月下老 古代叫做兵或做法 给你介绍一对象 你们俩配在一起 而没有爱 这个岛叫菩提岛 他们自称这树上 这个岛上的所有的树 都是菩提树 菩提树我太认识了 我自从昨天去上岛住了一夜 又走了一天 我一棵菩提树也没见到 菩提树应该是不是原厂在我们这种维度的 菩提树最多见的是印度 我2003年吧 02年03年 我开车去由北京出发 经过所有的寺庙 沿着唐僧甚至比唐僧更宽广的路走 因为我开了一辆八缸的大切斗机 我一个人 我从北京到西安 从新疆的洪切拉普出去 那时候新疆也很平静 我住在各种少数民族人的家里边 没有感到任何的危险和恐惧 我一个人从洪切拉普出 去阿富汗巴基斯坦 印度 从拉赫尔进入印度 然后去尼泊尔 有点尾尔又翻喜马拉雅人回来 我路上沿途见到的那些大山 就不是一般的山了 比如像坦古拉山 喀拉昆仑山 星都库什山 喜马拉雅山 那大河都是印度河 恒河 恒河叫Ganges 印度人把他当成神叫尴尬 那些都是自然的 我也是那次在菩提加业 第一次见到大菩提树 德国跟印度是一个种族 都是古雅利安人 他们信的东西也类似 德国的柏林有一条大街 就叫菩提树大街 那些都是菩提树 我现在这个岛呢 我已经走到岛的尽头 仍然没有见菩提树 我背后还是一堆的苍草 我背后有一棵很高的树 让人很振奋 但是那是棵甲树 你看见没有 那是根电线杆子 把电线杆子装饰成一棵树的样 当然这种想法是好的 但它不是真正的树 既然不是真正的树 它就起不到树的功能 它没办法净化空气 也没办法让自然自然的发展 中国人总喜欢引用很好的概念 树 菩提树 但是我看到真是 得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那句话了 菩提本飞树 明镜一飞台 其实这什么都没有 只有新修的路 中国人修路是最快的 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可以保证我们 集雷霆万钧之力 迅速的就修出一条路来 古代也有人修过很著名的路 就是秦始皇 他修的是迟道 我去找过他的迟道 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了 但是罗马人的路还能看到 有句英语叫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人的路是用石块修成的 秦始皇的路是就在黄土 修的是黄土的土路 就像往脚下这样租了 罗马的人是用石块修出的磐石路 两边都种成树 什么树呢 就是地中海的雪松 所以到现在 你去意大利 去法国 去很多地方 还能找到古罗马的路 所以现在仍然有成语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个岛呢到处盖的都是小别墅 小别墅都叫禅居 然后呢都从世界各地引来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肯定成本很高 一花一时戒 你看那个花还在盛开着 但我前面这花已经是枯死 陈州策畔千帆过 并树前头万木春 前面据说就有菩提林 因为刚才说我说的不对 人家专门引进了菩提林 所以这岛呢 但是这个菩提林在哪我还不知道 前面走着一个罗汉 我跟着一个罗汉后边 他说他昨天见到菩提林了 你看这些房子都是叫知禅呢 问禅呢修禅呢都是禅 中国人在佛教八宗里边就对禅宗感兴趣 为什么禅宗呢 禅宗有句话都特逗 叫酒肉穿禅过佛祖心中留 禅宗不必像那个律宗啊 法相宗啊为师宗啊 那些宗那么去使劲的刻板的修行 禅宗你不管干什么 啪击一下 挨一门棍就说顿悟了 用不着每天去念经 每天去修持 你看这又叫道禅居 一说到道呢那就有点对了 就中国的佛教好多都是跟道弄在一起的 比如说佛叫无量佛是吧 无量天尊 无量寿佛 这叫心禅 所以我对信禅的人呢都是特别崇拜 因为他们心都很大 中国的禅寺也特别多 禅寺呢都是往往是跟赤剑跟皇帝联系在一起的 高屋建灵 也有特别那个下里巴人的就是净土宗 净土宗是叫什么和尚为了 陕西人 西大的他们老乡 法灵的叫净土宗 这是法禅居 净土宗是什么是给穷人念的 都是文盲 也不用念经 也不用认字 你只要那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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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念 就说你就修行就到了 这是净土宗 主要是在江浙一带 一般是什么主贩婆呀 家庭妇女呀 老太太文盲啊什么那些人 您好 阿弥陀佛 挺早的 挺早的 您不信佛 这是菩提岛 是我们都不是扫卫生的吗 扫卫生 对 美化这的环境 对 他这个打扫卫生的 比嘴上念各种东西的都好 还不扯卫生的 练习各种遥控 真的好 有无论 有无论 但是 你怎么能做 你们看 那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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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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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这位师傅解释一下 三方佛 中间的叫释迦摩尼佛 上手的叫阿弥陀佛 东方的叫药师佛 他们的面相是一样的 但是手里面的法器和手印是不一样的 释迦佛拿的是摩尼宝 阿弥陀佛拿的是莲花 庙莲花 东方琉璃药师佛 我们叫药师佛 拿的是宝塔 另外那个手印是怎么回事呢 手印 这是莲花印 阿弥陀佛的 这个是成就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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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egent跟颐就会商量 ér ヒ Θ 这些没有头的佛像 都是被伟大的 无产之间文化大革命给砸掉的 福虎还有 这是祥龙罗汉 福虎罗汉 宾头罗汉也叫福虎罗汉 鼓门 鼓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还把道士出价的地方叫灌 把穆斯林修行的地方叫清真寺 把天主教 基督教 耶稣教 犹太教 修行的地方叫教堂 这个顶正面写的是朝阴寺 背后写的是朝阴庵 可能是两家一起出资 坐在这个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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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素的像观公 我觉得是观公 在中国那个 中国的佛教 把许多中国文化中的东西都融入到 印度的普罗门教 印度教 佛教 奇那教里边 你看这个护教的神 显然是关羽 关羽是 汉寿亭侯 面如重枣 登封言 我残眉 无履求然 金甲绿袍 提青龙刀 跨尺寿马 刮骨撩毒的时候 晚上夜里替刘备的媳妇 站岗的时候 都读的是汉书 关羽是山西贺州 写成谢州 解放那解 是被称为五圣的人 在中国里边 他的庙比孔庙还多 他既是保护之神 又是财神 我小的时候呢 我奶奶老让我念两个菩萨 一个是南无观世音菩萨 一个是南无地藏王菩萨 中国崇拜的是四个菩萨 除了文殊菩萨 仙菩萨 一个奇狮子 一个奇大象之外 还有两个就是 观音菩萨跟那个地藏王菩萨 观音菩萨在普陀山 地藏王菩萨在九华山 当年那个地藏王菩萨修行 到了九华山 跟九华山的土地山主说 给我一块地 然后那个九华山的这个土地爷就说 给你一块地 你要多大的地 他就把架沙脱下来说 我要一架沙之地 结果这一架沙 就把一座整个的那个九华山 全都给包括进来了 然后这个土地闽工 就让他自己的儿子 亲儿子道明和尚出家 跟南无地藏王菩萨一起修行 南无地藏王菩萨在菩萨中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就是他立起了一个独式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地狱里边 他都不成佛 所以他会保护着我们所有的人 都成 都的那个进入该去的天堂之后 他才会结束他的菩萨道 他原话怎么说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地狱未空是不成佛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有那个 我们共产党员的情操 是吧 要让人民权幸福了之后 他才幸福 波兰壮客的伟大的 无产阶文化大名之后 好多那个佛寺呢 或者尼古安的全消除了 按照那个中国通常的说法 道家的地儿叫灌 僧家的地儿叫寺 尼古呆的地儿叫安 天主教基督教啊 犹太教 新教啊 那些呆的地方都叫教堂 穆斯林修行地方叫清真寺 我这背后呢 原来是个 那叫什么呢 二僧带的地儿 就是尼古安 所以叫朝阳安 你看我这儿还有这个鼎为正 但是后来呢 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 波兰壮阔 就把尼古全消灭了 现在就被大僧占了 二僧是尼古 大僧就是比丘 二僧就是比丘尼 所以现在这儿叫朝阳寺了 所以从这个顶上边的字 也可以看出那个天翻地覆凯尔康 这种事呢只有那个新中国 建国这几十年才会出现 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世界其他地儿都会看不到 小小一菩提岛 真是一树一菩提 一花一世界 阿弥陀佛 不… 鑫来西北 疯独想 一个生长的鑫 开花一天 谢谢大家